政府为了照顾原民长者在各地部落广设文件站提供关怀照顾服务 而温泉部落的文件站就如同多数的站点设置在教会里 造成不同教派的长者感到反感 向县府提出另批站点的需求 对此县府也回应 如果有合适的公共空间将会协助部落一致新的站点 为了照顾原民长辈 政府在全台各地广设文件站提供了许多课程活动及照顾的服务 而早期推动关怀据点时 许多承认单位多为教会 导致现在有部分的文件站据点设置在教会内 造成部落内不同宗教信仰的长者感到反感 并接着县政座谈 向原民处提出将文件站移出教会的诉求 文件站大部分都是设在各部落教会 他说这个会引起其他民众的一个反感 他说是不是可以新设一个就是专门给文件站 就是有政府单位设在部落里面 但是意思就是不要用在教会啦 因为有的人觉得说我不是这个教派的 这个文件站是属于那个教派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当时就提议说 在文钱部落现在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旁边 有一块也是我们公所的土地 在那边新设一个建物 供给我们文件站来接受使用 这是他当时的主要意识 县福收到民众的诉求后 立即给予回应 并表示如果找到适合的公共空间 将会协助温泉部落 把原有的文件站签移至新的据点 早期那些服务长者的部落的一些团队 都是在教会里面 那所以会看到有一些 到了文件站计划开始实施之后 这些团队转型在做文件站计划的承接 所以持续应用了这个教会的空间 那事实上在这几年来 也发现陆续有不同的教友 针对在 甚至在文件站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些声音 所以我们现在园运会都有规定 就是新的文件站 它必须在公有空间里面 新设置的是这样 那现在是说如果温泉这边的文件站 它现在在教会里 那地方有这样的想法 假使说在我们温泉地区有适当的 公有空间可以释出来执行 温泉文件站这个计划的话 我们先给这边联络来做协导 文化健康站 顾名思义就是将服务的范围 涵盖文化与健康 虽然在教会里陪着长辈们活动 将健康层面的照顾做足 而文化层面的陪伴 也就是长者的生活 包含各种传统与宗教信仰 也需要受到尊重 期盼顺利将文件站 迁移至新的公共空间后 可以让他们更无忧无虑地 在文件站里享受老年生活 记转结论 泰马里香报道